哈喽,欢迎收看百看印谈 今天带给大家一部暴击伤害一万 却有着治愈效果十万的电影 怦然行动,讲述了青春少年少女的爱情故事 小明一家搬到新家,开始新的生活 此时,一个小女孩小花见到小明 非常开心地跑过来,想要帮忙 小明的爸爸拒绝了小花的帮助 并让小明去帮妈妈 小明离开后,小花也跟着小明离开 小花在路上摸到了小明的手 小明害羞地躲在了妈妈身后 但这只是小明的开始 随后小明发现,小花竟然是自己的同班同学 并且,小花看到小明后 就非常热情地给了一个拥抱 之后更像是跟屁城一样跟着小明 很快两人就成为了小伙伴们眼中的小两口 时间过得很快,两个小娃娃逐渐地长大 到了六年级的时候,小明终于受不了小花的纠缠 于是决定追小花来摆脱小花 小花对小明也是有好感的 但是,小明的朋友为了追求小花 说出了小明追她的目的 于是,小明的计划也抛堂了 小花本来还伤心着 知道小明和小花没在一起之后 高兴坏了,小花始终喜欢小明 从小时候第一眼见到的时候就喜欢 果然,女孩子成熟的比男孩子早多了 那时候,小明还只会玩泥巴 很快到了初中 这时候,外公也来到小明家一起住了 这天,外公问起小花的事情 原来,小花上头条了 因为小花阻止人家砍掉自己门口的大树 小明知道这棵梧桐树 因为小花非常喜欢 而且经常要求小明一起爬上去 对小花避之不及的小明当然没有同意 这天,小花爬到大树上阻止别人砍树 并且可怜兮兮地寻求树下小明的帮助 但是,小明只是看了一眼树上的小花 就上了校车去学校了 后来,梧桐树还是被砍掉了 而那天之后 小明也好几天没有见到小花 本来这是小明一直想要的 但此时,看着空荡荡的座位 却到时候有点难过 小花喜欢那棵梧桐树 其实最初也是因为小明 因为小花的爸爸 在画梧桐树的时候问小花 你喜欢小明什么呢 此时的小花想了想 可能是小明那双明亮的眼睛吧 小花的爸爸告诉小花 你不能看东西这么片面 应该看到整体 这句话直到小花爬上梧桐树 看到整个美丽小镇的风景的时候才明白 后来,小花家里养了很多小鸡 结果鸡蛋多地吃不完 于是,小花经常给小明家里送鸡蛋 但是,小明家里的人认为 小花家里的鸡蛋不干净 让小明给还回去 小明怕小花伤心 于是都偷偷地丢掉 后来这件事被小花发现 非常的伤心 小明非常的愧疚 找到一次机会和小花道歉 只是不知道 小花有没有接受道歉 后来小明知道了 小花家里的月落之所以如此凌乱 是因为他们家的人 要照顾有精神病的叔叔 之后,小明家里 要请小花到家里吃饭 但小花此时对于小明 认识的已经不在那么片面 对于小明也一直没怎么搭理 对小明附和别人 认同对自己叔叔侮辱的事情 更是很愤怒 指责小明就是个懦夫 小明知道自己是喜欢小花 在后来的一次公益约会活动中 小明找到小花 想要说什么却说不出 于是想去吻小花 小花对这个吻期待已久 但却不是以这种方式 于是休闹的跑回家 小明打算去追小花 所以又回来说小花的坏话 这次小明没有附和 而是维护了自己喜欢的人 小明到小花家里祈求原谅 但小花并没有出声 小花以为小明放弃了 打开窗子则看到 小明在自家院子里 塞中一棵梧桐树 小花看到后走出了家门 她又看到了小明美丽的眼睛 更重要的是 她看到了眼睛之外更美的东西 碰然心动采用了双视角叙视的手法 从小明和小花两个人的角度 去讲述一件事情 把本来平淡无味的剧情 演绎的精彩分成 我们每个人在开始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都是盲目的 但真正让你爱上一个人的原因 却是你了解这个人的全部以后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